大家好,我又來了 現在正在敷一個CS12的面膜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近來也有些朋友問我究竟用什麼護膚品 今天也想說一下我近期,這兩個星期 在用什麼,因為如果有留意我的項目 大家都知道我是很貪心忘舊的 經常用的東西都不一樣 除非用到一種很棒的,死都不走 首先分享第一件事 我一天喝很多很多水 我會喝兩瓶 這個水瓶也有900ml 其實起碼,我在家會喝兩瓶水 如果大家知道我最近買什麼新玩具的話 都知道我最近買了一個正面機 我沒有拿到它過來,因為整個飯煲很大 這陣子我都經常蒸煉的 感覺都很好的 但是不可以每天蒸 通常我都是隔兩天就蒸一次 今天就拿回這個 調轉了韓國的Prabil 這個叫做高速粒子美容肌 它會有聲音的 聽到嗎? 碰住的時候是有聲音的 其實這個我之前也拍片介紹過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找一些影片或者上幫我Page 它主要是做一些膠原真身 緊緻 令到皮膚更加吸收的護膚品 而且可以改善這個斑 其次近來我經常喜歡用的 就是New Skin這個Spa機 這個Spa真的很好 我覺得它 這個頭是用來推臉的 就配合這個做面的Gel 這個頭是推眼的 但是我沒有買到它的眼睛 至於這個就是推身的 當然你要有部機 可以通膚巴或者手腳痛的時候 它們可以推 這個就是要來推頭髮 就是髮根位置 這樣 如果推身 就用這些大Gel 我最近都很喜歡做這個 我女兒都經常叫我跟她推腰骨 因為始終可能小朋友上學 書包很重 因為腰骨負擔都很重 除了這些 其實我不會每天用的 因為都覺得麻煩的 它的Gel其實會流 我通常是洗澡之前 脫掉衣服 就推身 有到它流 流完之後 我就洗澡 這樣 今天我就沒有推到的 純粹拿出來告訴你們 如果你們是 好奇我最近用的是什麼 就給大家提一提 那Mask呢 近日都是 不易之轉的 CS12和M8 CS12我再來已經沒有貨了 不過接下來聽到她說會加價 我還是要看她加價 加到怎樣才知道 在什麼 另外還有這個我最愛的神器 Belulu 很多人都知道 而且很多看我Page的人都問我 給我買 而且我知道她們也買了 你看我是懶的 其實人家應該要你推精華 但是我懶 因為這個CS12的Mask 要敷四十分鐘 這樣呢 我不管了 那其實我 那些光是入到的 是可以通過Mask 當然 沒有直接曬下去那麼好 但是我又覺得OK 可以省點時間 如果你要我 蒸完棉 敷完四十分鐘 然後再慢慢 再推二十分鐘 離子導入和超聲波導入 我又會覺得 真的好 好累啊 整件事 這樣 對了 那然後還有什麼 其他我用的 我敷完Mask 待會我塗給你們看 好了我回來了 剛剛呢 就敷完Mask 就洗了 什麼都還沒塗的 那現在呢 首先呢 就要塗我更久 保持都有塗的 買了一個月這個 大家有留意的都知道 在台灣訂回來的 我不要尊重鏡頭 先做好一點 好了 那 每一次呢 就 放兩至三下 倒 然後呢 這個 他就建議這些鼻液 那些 一定要 塗多幾茶 千萬不要爛 那 其實呢 他剛剛 我買的時候呢 我基本上是一整整 買的 那 其他那些 好不好用呢 就 不是不好用 其實都好用的 那 但是怎樣呢 我貪失望舊 於是呢 那些精華還有半支 那些還在這裡 今天 有看我之前的影片 都知道 我 現在用著 Protop的東西 那我想用完才 再轉回頭 或者 幸好呢 這隻台灣的東西 很便宜 其實 不算很便宜 價錢不貴 好了 就是這枝 那我放在桌底 打爛它 然後這枝呢 就是我拿出來的 Amour Pacific的 叫做什麼 Vintage Single Extract Acces 之前其實在一個Page Show 介紹過這枝 其實都用了一半的 它主要是 因為含有很高的綠茶成分 而且說 用很多時間去提煉出來 它就可以抗氧化 令到皮膚緊緻 和有光澤感 大概是這樣 因為我 實在我真的沒有 背動那些成分 和那些功效 背到100% 我覺得沒有需要 那它用法 剛才都看過了 吼 然後就 拍在臉上 其實就是用完這個 剛才那枝紅色的 它的 貨名叫做 導航液 其實就是爽膚水 雪村鳥 這個呢 我眼睛都會按 的 因為我經常都覺得 眼睛都需要爽膚水 嘛 那它就 它就 給一般爽膚水的質 是 是 潤一點點 但不是說 有 很滋潤的 爽膚水 即是 肌然 那一種 它是 有少少 黏黏的 感覺 不是水狀的 但OK 完全吸收到 好了 完成了 現在 我就示範我 今次 一次 塗麵 是不是真的需要塗十分鐘呢 因為為什麼呢 我拍片 有個限制 每條片 其實就 五分鐘了 由剛才洗完 開始塗 這個爽膚水 到現在已經三分幾鐘了 那之後我可以塗 什麼 應該可以塗到一樣東西的 那我先塗了眼 Protope的眼精華 那通常我不會用太多的眼精華 那就兩邊眼都塗了 我的黑眼圈仍然是很深的 有沒有人可以献一下 怎麼可以去除黑眼圈呢 因為我自己其實呢 都塗得很緊要 還有 近來好少少 因為為什麼呢 近來我會好像現在這樣呢 按一下 這些位置很黑的 我好像經常化了一個 smoky eyes 那樣 但現在這個爽膚不流行 這個不是一個優勢 那樣 這樣 查眼都千萬 不能夠 忽視的 其實它現在還沒塗完 你見到呢 不斷呢 不斷呢 輕輕地地向上提拉呢 其實就是想 等隻眼不要垂下來 好 好了 塗完眼睛精華之後呢 五分鐘條片又結束了 我們又錄下一部分了 好了 剛剛已經塗完眼睛了 那呢 這個就是我的眼霜 那其實我已經不太記得 為什麼我會買的 不過打開櫃有兩支 所以先用它 那通常塗完這個眼睛 我不會立刻塗眼霜 因為為什麼呢 我想等它吸久一點 不要 剛剛塗完又劈下去 我覺得它很辛苦 這樣塗 那大家都知道了 我是塗兩種精華的 無論是春夏秋冬都 那今天呢 其實早兩天都塗過給大家看 就塗這個 Protop的 這隻叫做Refine 是保濕的 那其實我只不過是 我昨天買了三支 我就沒有一次過買一盒 因為其實 我不知道為什麼 已經預知到這個精華 其實是 跟普通的保濕精華差不多 你說它沒有效 它又不是 但是是不是 很好呢 那真的 不會說 那 你問我 我就當它一支 普通保濕精華用 是我其中的送精華 用完三支之後 那我就 我又買了另外一種 適合冬天用的保濕精華 那就可以到時 大家就分享一下 哎呀 我知道 眼霜條我漏 那好了 塗東西的時候 大家記住 就不要心急 一下子 擦完整個臉 因為呢 皮膚呢 都要慢慢吸收 你讀書呢 都不會一次過 背完整本書 你都是逐個範圍 慢慢讀完之後 再看回 你一定要它 一晚煮完 即是去考試是可以 但是 會很慘 所以呢 我都是建議 塗完一陣 等它熟到差不多 再塗第二陣 好了 已經塗了這個 保濕精華了 那之後 我怎樣呢 反過來 我會塗上眼的 唉 真的很笨手笨腳 那眼呢 其實就 很多 好像 其實 塗了就不多了 那也是啦 眼的位置 麻煩大家 輕力一點 好像 摸BB 那樣 因為你的眼 眼部的皮膚 是受不起 這個恐嚇 還有拉扯的 而出了一條眼紋 就會老五年了 你怕不怕 好了 差不多了 唉唷 我今天呢 很累啊 眼睛很無神啊 不要拉 這樣快已經過了三分鐘了 我們很趕 然後呢 小女針 大家都 很熟悉的了 今期呢 我是流行 用完 Protop精華 因為呢 我想呢 配合她的小女霜 來用呢 看看呢 用完整套 是不是好一點 好像呢 你小時候 你會很相信呢 你買 Counter的牌子 的東西 你用完整套 同一個牌子 是會有效一點的 我就不是了 不過不知道大家是怎樣 這個 精華都一樣 我們就 分開 慢慢擦 不要急 如果你是天天的 早上 沒有趕時間 都是 啊 這樣擦完嗎 那我真的呢 讓你的皮膚覺得很慘 因為 我寧願睡了幾個字 我都要 擦好臉 或者我不洗頭 就出門口 我都一定要擦好臉 先出門口 原來呢 我擦了臉 是不止十分鐘的 因為呢 第二部分的五分鐘呢 還有二十秒就過去了 又 好了 不過剛剛好 我這個少女針 都吸光了 好了 好 第十一分鐘即將開始了 好 好了 我們現在轉入直路 去到最後階段 就是塗我們的臉霜 那我答應了大家 我一定會塗完整盒十支少女霜 那現在其實都是在塗第二支 只不過都 因為我 不會好像 那些網店叫人那樣 一次過用半支 或者一支 我覺得 皮膚吸不到的東西 你強行塗上去 其實是浪費了 那畢竟都是錢 我們買貴東西來塗 不代表 要很貴這樣 浪費了它 我們要用得 其所 買貴東西去塗 對自己好一點 是不要緊的 但是不要浪費了它 其實這個少女霜 我覺得都吸得快 而且不下 但我就不知道 如果遲些天氣再冷些的時候 會不會夠了 我就擔心它不夠潤 這樣 好了 連少女霜都塗完了 記得 擦東西的時候 其實這條頸 都很重要 其實我有些專門塗頸紋的gel 但是呢 真的太難 而且一見它沒什麼效 就再難一點 結果怎樣呢 過了期了 所以我最後的決定 都是 用回我的精華和我的面霜來塗 這樣 這樣 好了 那是完成了嗎 其實是未完成的 因為呢 這個真的要說2000次 這個是台灣牌子 我不知道它的B字 不讀出來 Arosa B 還是 如果它根據台灣的譯音 叫落色 就應該是Arosa 這個真的很好用 它是 它有一個很華麗的名字 我忘記了 但是呢 它是一個Sleeping Mask 其實 我拍過片介紹的 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在睡覺之前 30分鐘 30分鐘就塗在臉上 這個真的 我回購了第三次 真的沒有騙大家 我現在不塗住 因為我還沒睡 第二天 尤其是天氣開始乾燥 你是覺得這些鼻邊 你如果平時睡覺 睡醒覺 這些鼻邊 這些會出油的位置 這個額頭位置 它真的 出少了很多 甚至是沒有出油的 變相 你的毛孔 其實呢 都會細了 皮膚 都會細緻了 為什麼呢 因為皮膚的底層 沒有那麼乾 它沒有那麼賺大 毛孔來出油 這個真的很好 為起220港幣 它包運費 真心推介 這個真的 很久沒有試過 除了CS12之外 很久沒有試過 真心推介 那樣東西 不塗住 還要塗這支 是什麼呢 折毛增生液 很多人說 他們塗折毛增生液 會入眼 就會紅 而且很癢 其實呢 我們最緊要 第一 不要太貪心 拿太多 第二 記住塗上眼睫毛 是在眼睫毛上面塗 你不要硬 在眼睫毛和眼皮中間 就麻煩了 然後下眼睫毛 是在下眼睫毛之下塗 這樣 這樣就塗完了 除了睡覺前的睡眠面 是要吃的 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 其實睡覺前 我有些補充 是要吃的 我以前吃過AA5 最貴9千多元 就不記得AA幾 我都試過 但之後呢 其實感覺不大 所以我現在就在吃的 New Skin 這隻Youth Span 它就說 它含有13種抗老成分 我其實都吃了很久了 感覺都良好 還有這個也是New Skin的膠原蛋白 它是一條支出來 塗進口 這樣吃的 很方便 而且不難吃 是不是有好明顯的效果 這個我真的不敢說 但是又不是貴 又不難吃 何樂而不為 女人是不可以懶得 女人是不可以懶得